因為我們波士頓講反話 習慣講反話 如果說一個人說妳很帥 意思是妳很醜 在台灣之後 所以我就去追一些女生 他們就說我太帥 完蛋 那你一定覺得 那我就受傷啊 我就覺得說 怎麼辦 因為嫁不到女朋友 我就很傷心 就喝酒 然後把那個帽子戴滴滴的 然後都睡在那裡 後來起來之後 那個帽子一打開 美女一片 都圍繞著我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不可能的吧 他們在看誰 班傑你應該 桃花 對 桃花真的是 來台灣那個 太好了 怎麼說 我在美國 真的好像 沒有那麼多花 沒有什麼花 對 我差不多都在美國 我記得我就在 我都是在攻幾 是攻那個中夏 中夏層級的女生 我再往上一點點 有什麼拉拉隊的 沒有 不理我 所以你來台灣之後 你會有發現自己 很像台灣 就是你變成 Tom Cruise的感覺 我其實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一開始 其實我都是去追 也是中夏的女生 我覺得啦 結果他們都說 因為我們波士頓講反話 習慣講反話 如果說一個人說 你很帥 意思是 你很醜 對 波士頓的習慣是這樣子 我們講反話 他在台灣之後 所以我就去追一些女生 他們就說我太帥 完蛋了 你一定覺得 那我就受傷啊 對啊 我就覺得說 我在這裡更醜 怎麼辦 因為嫁不到女朋友 我就覺得要死掉 然後我剛好就是 那天我在一個酒吧 我就很傷心 就喝酒 然後把那個帽子 戴滴滴的 然後都睡在那裡 然後起來之後 那個帽子一打開 美女一片 都圍繞著我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不可能的吧 他們在看誰 然後看左邊 沒有人 後面也沒有人 就牆壁啊 他們真的是在看我 然後就看到一個人 盯著我很用力 然後就想說 那我就慢慢 搖過去 不要這樣 這樣子 對不對 搖一搖... 到那邊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給我摸腰 她就摸我的腰 她就開始摸我的腰 公主喔 這個是幹嘛 而且她超正 對 就... 就愛上她了 然後跟她交往了四年 因為第一次跟美女相處 就四年這樣 她這樣說確實 在南非 要進攻其實是 已經不進攻了 那南非也算是帥哥吧 這個輪不到自己說 但對... 其實沒有 因為南非... 南非人很喜歡那種 Macho Man 就是很Man 很大肢的那種 我可能男性荷爾蒙還不夠多 然後很多鬍子 很多鬍子 然後... 粗晃型的是不是 骨頭就是很粗 然後腰圍三十四 三十六 就整個很大肢的 所以我在南非 你的身材在那邊 算女生身材 真的耶 我媽其實跟我一樣高 我不會比我媽大肢到哪裡去 所以我會... 我會很沒有自信 也是OK 是沮喪的 那在台灣一定很OK啦 可能會怕吧 就是如果像你這麼漂亮 你的男朋友一定是什麼 巨人怪物等級的 所以萬一我去搭訕你 然後讓你男朋友不開心 我很麻煩 是... 很麻煩 但是來到台灣就... 我突然變成巨人怪物型的 他剛剛說 他前面站一排女生 你應該是一個遊覽車吧 對... 那時候剛好是去嘉義玩 他的眼皮真的還滿好的 沒有 你剛好提醒到我了 那時候去嘉義玩 可是那時候就旅遊嘛 我沒有想到這麼多婆婆媽媽 但是我還是很受歡迎 但是婆婆媽媽... 真的是遊覽車 真的是一個遊覽車 對... 夜店我反而還好 因為我的樣子去夜店 很莫名其妙在台灣 他一定很花心 他長的樣子就是花心 對... 所以我反而在夜店是真的是... 非常的不搶手 班傑看就比較老實 對不對 他是老實外國人的感覺 我們兩個去夜店 他就是這樣 如果要我也選班傑 不要老實啊 班傑不一定想選你啊 我說我要靠近他嘛 如果要選擇摟腰的話 我摟他 對 如果我剛到台灣 他摟我的腰 四年 對 就在一起四年 對... 最少四年了 被綁住四年了